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柜 今天带大家来到堪称台北最早繁荣发展地区的第一名萨谷市 就是蒙甲龙山市 也有人称这里是万华龙山市 七掌柜就带大家来龙山市拜拜 并认识了解关于蒙甲龙山市你可以知道的时间是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件事 龙山市最早是凤拜夜光发光显神机的观音菩萨香火带 而后才正是因为分灵 蒙甲也叫做万华 可说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商业地区 但因早期要过台湾海峡渡台来开墾非常险恶 俗话说三寨六亡一回头 意思是说来台的十个人 只有三个人能够顺利抵达 六个阵亡 剩下的一个又回头回去了 因此当时有些人会随身携带 在家乡观音菩萨的香火带来保平安 据说有人把他带来的香火带遗失挂在一棵龙树上 据午到了晚上居然发出光芒 而来对此香火带祈愿的信众则是有求必应 灵厌非常 因此后来信众就回去引寝福建省静江 安海龙山市的观世音菩萨分灵来此奉拜 也开始陆续建设出今日的猛甲龙山市 第二件事 龙山市中殿的祖师神尊为观世音菩萨 两旁则是有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一体委托 迦然护法 还有十八罗汉配饰 而在后殿的祖师神尊为天上圣母 两旁则是以左文右舞 男左女右的序列摆设供奉神尊 所以由左边供奉是福德正神 城皇老爷 水仙尊王 右边则是有祖师娘娘 池头夫人 十二婆者 而在两边神殿也还有分别供奉文昌帝君 紫阳夫子 大葵夫子 华佗仙师 另外一次神殿则是有观世音菩萨 神殿帝君、三官大帝、地藏王菩萨 以及月老神君 明镜床 第三件事 荣山寺坐北朝南 面城回字行 及所有建築包围着终点 透过七掌柜 实际带大家走一圈 以及搭配荣山寺的建築配置图来看 就会看得非常明显 北京的故宫紫禁城 就也是这样的建築模式 这是中国标准古典三进士和院之宫廷式建築 而我们也看到了 这样的建築特色就是 中殿会特别架高于四周建築体 凸显中殿的至高无上尊贵信仰哦 第四件事 蒙甲龙山寺最初于清钱融师建造 据说当时穆德白银2万余元 那2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呢 新朝末年整个政府的财政估计收入约为1亿银元 所以2万两银子 相当于当时全国政府收入的5000分之一了 虽然说这不是精准的数据对比参考 但由此也看得出来 当初蒙甲港口肯定是商业发达 富商巨股 灌溉云集 加上龙山寺观世音菩萨庇佑昌生灵艳 才能筹得这样高的募款金额 而根据财团法人111年7月的申报记录来看 目前龙山寺约有59亿8千万的资产 第五件事 蒙甲龙山寺前的地上石板 有部分是用以前的压舱池 古时候要渡过有俗称黑水沟的台湾海峡 常常会遇到很大的风浪 而为了避免浪大翻船 所以很多移民都会搬上石板上船 来压稳船舱 以利安全渡海抵达台湾 而这些石板有些后来就用来铺设在龙山寺 成为广场地板了 在这边七掌柜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想要接收到掌柜拜拜go的上篇通知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咯 第六件事 猛甲龙山寺的祖寺观音菩萨 是由千年历史的福建近江安海龙山寺 又称全安龙山寺分林来台的顾名龙山寺 而在台湾也是叫做龙山寺 除了蒙甲龙山寺之外 同时也是由此分林出来的 比较著名的有淡水龙山寺 鹿港龙山寺 台南龙山寺 凤山龙山寺等等 而不叫龙山寺 但也是由此分林来的 有林口竹林山观音寺 而七掌柜之前也有去过竹林山观音寺拜拜过 有兴趣的粉丝也可以点选这两集来看看喔 第七件事 龙甲龙山寺是国家保护二级古迹、城汉故宫、中正纪念堂并列旅游排行榜 是国际观光课到台北必访的三大景点之一 实际来到这里 不论是欧美人士、韩国、泰国、越南等等的观光课真的是非常的多 可以说真的是台湾享誉海外的必访神庙之一 尤其是台湾排行十大林宴的月老神君之一 就是在我们的蒙甲龙山寺 在月老神君前面 可以说是从早到晚 一年365天 几乎一直都有人朝在这边搬杯、拜拜、求红线、求姻缘、还愿等等 而且这里的月老还红到国外 成为很多女性国际观光课来龙山寺必败、必求的重要行程哦 之前七掌柜也有日本的女闺蜜来台湾玩 就指明一定要来蒙甲龙山寺拜拜求感情 蒙甲龙山寺感觉就像是日本东京的浅草寺一样 台湾人第一次到日本东京旅游 就也一定要到浅草寺的雷门拍照打卡 而在蒙甲龙山寺的侧门 也有像日本一样有贩售祈福御守 还有幸运物的纪念品哦 第八件事 蒙甲龙山寺前方的捷运站广场 还有一个叫美人照镜池水舞喷泉秀的水舞表演 而为何叫做美人照镜呢? 相传当初风水老师勘语后 选择此处美人穴来建庙 而为了让这里的地理灵气更旺 就在庙前也找一水池围境 形成美人照镜的风水宝地 之后可能因为城市建设就把池塘填不起来 后来捷运建设就设计留下美人照镜池水舞 来呼应当初的美人照镜池水地里 而在庙门前也有全台罕见的铜柱龙柱 位于山川殿正面入口处 龙神线条分明 柱身以封绳榜人物雕刻陪陈 陆地则是有海浪、鲤鱼以及蛛猪 显见当时匠师手艺的精巧 第九件事 二次大战期间原本附近百姓常聚集于此 以求观世音菩萨保佑避免被轰炸 结果有一晚百姓一样聚集于此 但是当天不晓得为什么 蚊虫非常的多一直在叮咬大家 最后大家就受不了各自回家休息 结果当晚整个庙殿就被炮弹击毁 但是就唯独观世音菩萨的神像毫法无伤 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昨天还好是 有观世音菩萨显现神机才救了大家 至此神机流传,香火更盛 第十件事 龙三世于2013年开始剪香 先从原本的七座香茹改为三座 到2017年又从三座改为一座 后来到了2020年的三月 正式从一座改为双手清香参拜 不再提供并禁止香客带香参拜的寺庙 也成为继行天宫之后 台北第二间全面禁止香客烧香的庙宇 但是这并不影响龙三世的香客减少 保守估计龙三世每年依然有700万以上人次的香客 信众到此参拜哦 今天看完七掌柜带大家到龙三世拜拜走走 有没有更认识这里了 而如果你也曾经来过猛甲龙三世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区留言告诉七掌柜 或是如果你有附近的好吃美食想要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 同时也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喜欢掌柜拜拜狗的内容 也欢迎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商片通知哦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狗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